大家好 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面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一课我们继续完善这个 这个问答系统的核心功能 也就是问答的功能 那么我会把这个用户的问答历史记录 把它写到数据库里面 好那么 接下来呢我们直接 就是接着上次的代码来修改 那么首先你要保证你的GoPro服务是启动的 那么我们需要先把我们的这个 Conversation 这个 Model或者这个schema把它 Replay进来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每一次答案找到成功之后 我们就需要 Const Conversation Session等于NewConversation 那么这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User等于Request user 那么 Question 那么我们把这个App Model Conversation打开 那么看它有一些什么字段 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 Question字段 那么它就等于 Message Content 那么还有Answer字段的 就是我们这个Answer字段 然后呢 CreatedAt 那么等于NewDate 好 那么这个就是 保存绘画历史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段 因为Node 或者说js它天生是一个异部的语言 那么我们可以在reply了之后 再干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可以提高这个服务的响信 那么 现在呢我们直接调用conversation 就是seal Function Error 那么这是conversation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是Error 那我们就conversation 那我们就conversation Error 1 那么是 conversation seal Error 那么 那么否则的话 我们request their user their conversation count 我们要更新这个用户的绘画的次数 那我们直接叫request user user seal function e u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 会判断这个 用户的 这个conversation 这个conversation count 这个字端呢是否 保存成功 那么这个就是保存 绘画历史 这个绘画次数 好 现在我们重新我们的服务挂掉了 那么现在我们重新启动一下服务 然后再给他发送一条 发送一个问题 我是谁 那么他 我们的服务报了一个错误 在88行 哦这多写了一个 好 我们再发送一个问题 问你是谁 然后他回答的 这个百度还是挺风趣的 然后他回答的这个答案是 你是我 哦 然后我们 show data bases 然后我们直接 use 把这个最长的这个数据库面拿出来 然后db.conversation.find .pretty 好 好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里面的这两个 记录就是我刚才发送的两个 一个是我是谁 然后他的答案是空 那么另一个问你是谁 那么他的最佳答案是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db.user.find.pretty 那么user因为 第一个 第一个问答里面 他的这个 conversation count保存失败了 那么第二个他保存是成功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 那么user的conversation count是 魏泽西 是谁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 叫魏泽西是谁 那么他的回答是 当然这是站在这个百度的角度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user里面 那么我们的conversation count是2 那我们的代码呢 基本上就 这个逻辑 好 那么 我们把代码提交一下 我们先不push 那么我们这几个内容呢 就是关于问答系统的 就是问答功能的开发 到这里面就全部完成了 那么下几课再见